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选在今年这个时候上档 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就是因为今年马上就是这个菲利普迪克也是他的原著的小说改编的 应该是续集了 这个《银翼杀手2049》电影要上映了 这电影其实利益相关啊 因为是我们公司来服务这个索尼嘛 就是所以我是提前观影看到了 而且的确不错 就是在这我也就不跟大家聚透了 因为这部电影马上要上了 咱们节目开播的时候 做过一期有关《银翼杀手》的这么一期节目 然后呢 今天我们就不再过多去聊有关《银翼杀手》这个剧情上的东西了 但我觉得啊 就是菲利普迪克还是有很多可以聊的 因为这个作家很有意思 就是他在生前 其实他的作品并没有让更多人去熟知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名气 没挣着什么钱 但是他死后他的作品慢慢的被搬入了大荧幕电影 这次菲利普迪克电子梦的这个剧集是不是第一次他的作品被搬上了电视荧幕啊 应该不是了 之前有一个那个高宝奇人 哦 高宝奇人 对对对对 对 然后这个其实应该算是第二个 而且是全部都是他的短篇小说 哦 高宝奇人这个算是说到这了 我一直想看没看 那赛S好 还是抽空 看了看了 我看了几集吧 因为那个前面他的那个世界观设定是太有意思了 是二战盟军败了 盟军败了 然后所以美国领土被瓜分了 所以大家信奉的那个人呢 全都是我们不能说的那个名字 不能说了那个 然后就是所以他那个所有人的生活状态不一样 但是社会还正常的发展 而且也有科技的进步 然后等等一切全都是一个正想的 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着 这个部剧好像不太易于推广 这个高宝奇人是吧 所以那咱们回头那个找机会再蹭着边来聊聊吧 那今天啊就是咱们也是赶着这个《飞嘴布迪克电子梦》 这部剧现在热播 咱们呢也是来聊聊有关这部剧里边的前四集的故事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咱们接下来可以慢慢去做 差不多一个我们自己的广告啊 就是我们自己黑水公园的公众号 已经在近期有条不紊的在进行更新了 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能听到一些 我们独家的短音频节目内容 有兴趣的听友粉丝 请来关注我们黑水公园的公众号 那咱们添加呢 微信里边公众号搜索黑水公园就可以 OK好吧 那就开始咱们今天的节目 菲利普迪克的《电子梦》 应该是根据菲利普迪克的小说来 短篇小说来改变的吧 每个剧集 基本上都是 就是有的改的大一点 有的改的小一点 它有的改的特别大的呢 就不叫那个名了 但是据导演 纸片来声称 都是来自于菲利普迪克的小说 而且有一些是来自于 他未发表的一些手稿 或者刊登杂志上面的一些文章 就是不是都是出版物 文章比较多 确实 对 而且我感觉这每一句看的吧 前面好像还比较能适应 后边吧 都特别飘忽 感觉真是这个作者好像是 就是什么吸了什么东西 然后在这种状态下去写的这个剧本 看那片头就能感觉 是看到小人的感觉 是吧 对 我觉得它的片头很厉害 真是梦境的感觉 有一个镜头是菲利普迪克的那个人像 然后转过来 其实是一个就是那个电子人 我光记着有一个五个奶子的女人的 是是是 那是一凝红灯 它那个感觉就是给你营造出一个 就是好像是所有人的梦境中出现的那种 你梦境中出现过这个 没有 还没有 都是两个的 那今天咱们来聊聊我们已经看过的 四集 四集 我们因为这个剧现在正在播 我们也是看到哪 跟大家聊到哪 其实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菲利普迪克的粉丝 写了很多相关的这种剧 然后他们很多人是根据这个小说原著来进行 一些很详细的这种评论 然后我们呢就在这儿就不跟大家说的那么详细 什么原著啊 因为我们也没有时间看 然后我们只就这个我们看过的这个剧集本身 来跟大家聊一些感受 这个剧啊 目前只出了四集 然后今天就把这个四集相分别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四集里边第一集 第一集就是制造东帽的人 他一上来设定的这个时间段 也跟他整个赛博朋克的那种体系非常一致 就是他会设定在一个说就是社会已经发展了 就是近现代的一个故事 近未来吧可以说 设置的这个剧里边 我们现在看应该设置的是在英国的60到70年代 在这个年代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刚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其实就是发生事情之后出现了两类人 一类人是正常的人类 还有一类人的话 他们是脸上带有胎记 而且有明显的这种心灵传输和这种就是毒心术 毒心术 对对对 就出现了这么一类人 这类人就是他们的出现 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这种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 因为我的心思想能被去偷取了之后 所有人全都是不安的 而且隐私又保护他们 在那个年代其实大家也非常注重了 所以的话这个阶级的矛盾不断的升级 我们就看到这剧一开始 就是所有的正常的人就开始闹事 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不能被窃取 让这群人全都滚蛋 要杀了这群人 就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警察局和社会政府做了一件事 他把所有的这种异能人士 我们把它们叫做毒心术 把他们全都变成了自己的特工 就是这样的角色 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 为了能读取每个人的心灵 然后控制思想 这应该是一个政府行为 对 就是政府这些机构把这些有毒心术能力的人 归边于自己的应该是政府工作人员 对就变成公务员了 但是特别讽刺的是什么 咱们看似这些人能毒心 有这种很强的能力 但是也并不受这些政府人所尊重 对他们并不尊重 因为所有人都会觉得说 你确取我的思想 其实是对我的不尊重 所以这群人本来也就是异类 被归为异类 这群人住的地方都是贫民窟一样的 因为他们不能在正常的这种社交圈里边生活了 所以都住在了那种地方 他们这个年代设定也特别逗 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脑 我们没看到有电脑吧 然后也没有手机 然后所有人的办公还是靠纸质的办公 靠打字机 就是所以说六七十年代的感觉 所以这群人的作用就跟我们现在电脑是差不多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架空的世界呢 完全架空 完全架空 对它在短篇小说里边也是这种架空的这种世界观 因为它写的查了一下资料 写在的应该是一九五几年 五几年写的 对那它五几年写的这个有打字机 这事已经是比较时髦了 比较时髦已经其实是时髦的事了 所以它那个时候也并没有说电脑 互联网络等等这种东西的出现 所以它这个里边 这些艺能人士还有一个能力 就是他们能相互的传输信息 能迅速的去搜索信息 他们这个大脑脑电波好像是互联的 对 要重组 就一个人知道什么事可以把这个信息 迅速的P2P传输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全都是那个同族人之间互联 对 所以他们就像工具一样的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边 但是好像在这剧里边也没有讲他们这种能力 剧里边没有讲 但是我是查了一下资料 虽然没看那小说 查了一下资料 它那个设定是说在马达加斯加山 有一次清淡实验 那个清淡实验坏了 就是等于是事故 所以导致出现了这么一批人 而且这批人的设定还有一个是在也是在小说里边我查到的 是说这群人他们是不能生育的 所以就是他们即便能独心 他们能统治这个世界 但是也不能长久 那这还真是有点这种就是和后于正正 对对对对对 有点那个fall out的那种感觉 然后因为他们这帮人是有这种能力的 所以的话大家一直要反抗 他们就制造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看着是粗制滥造的 你都不能把它称之为设备 就是一个麻布口袋 麻布口袋就有点像这个DC这个里边的那个稻草人的面具是吧 对就是是一个麻布口袋上面刷了一层金属漆 对就是刷了一层 还要带有铜锈斑斑的一个金属漆 然后刷上之后的话 它能阻挡脑电波 对你谁戴上这个面具之后 可以阻止这个拥有读心术的这个人对他的这个读心 对然后他读心术还非常强 他除了能读你的心以外 他还能寝入你的记忆 然后去看你所有的东西 不是你当时所想的 是你所有知道的事情 他全能深入的进去 但是他读的时候也有一个风险 是说我在读你的时候 你是知道的 你是知道有人在窃取你的思想 所以大家为什么那么讨厌这帮人 也是跟这个有相关性 就是我进入你身体的时候 你是有感知的 有一个性虐待一个人吧 对不是他是一个政府官员 他是一个政府官员 资源管理部的一个头 这个人干一什么事 就是因为这群人 他们叫TIS 然后他们是没有就怎么说 生存空间的 也没有这种生活来源 所以他们干了一件事 他们能脑交 脑交 对他们就是开了这种 怎么说就是风化场所 把人群都聚集在一块 然后去卖弄的不是自己的身体 是卖弄了自己的思想 然后就用思想 然后去侵入你的大脑 让你感受到那种 无论是快感也好 还是说 这段我没太理解 这段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操作 他应该是 不光是能够窥探你记忆 其实有比较强的那种 就是思维控制者 他可以给你传输一种影像 或者给你传输一种感觉 他直接控制你大脑 包括到后来他们去杀人的时候 也不用说拿枪打死你 摸你脑袋你就死了 就是他完全是控制你大脑的这种感觉 这两个不太一样 就是在那个风化场所里面出现的这种行为 完全是那个男人在模拟一个场景 就是他现在在脑中构建一个场景 不管姿势也好 还是场景也好 然后让这个女性去进入他的意识里面 然后感受他在他模拟场景里 如何去跟他进行这种雨水之欢 反正我觉得这块弄的挺虚的 我没看懂 我没看懂 你们都看懂 咱们都看过那什么 那个宫壳 那个里面不就是有类似这种桥段 其实他也是来源于 这个应该是一个意思 反正这群会独心树人的 这个社会地位很低 很低 这就有点像《银艺杀手》里面那些 那个就是仿生人 对 他也是不受社会所认同 对 他整个设定的世界观 就是把这群人变成了最底层的这些人 然后他们之间的社会矛盾 所以这个片子第一集的结尾是说 这些人找到了制造兜帽的这个人 把这个人其实肯定就给弄死了 这点咱就不多说了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梗 就是一直出现的这个 我们少狼演的这个 在权力游戏里边 男主角 少狼演的这个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这个景观 他其实最后发现 他的思想是不能被窃取的 也不能被读 他是天生就是戴斗帽的人 他是天生他自己就有这种屏蔽的天赋 而且他经过后期的训练 所以他跟这个女的能一起搭档 就跟这个变异的人 他是可以一起搭档 然后去办公的 因为他的思想完全不会被窃取 但是最后的结尾 剧里边是说 这两个人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结尾 是到底是他逃离了火场 不知道是悲剧还是喜剧 对这就不知道了 然后书里边我没看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句呢 其实我觉得用的梗真的挺多的 刚才咱们说脑胶的那个 还有一个地儿 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 注意没注意 就是他们在去审问犯人的时候 犯人说了一句话 一只棕色的狐狸 快速的跳过了一只懒惰的狗 对对对 就是那句话 这句话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 我查了一下 这句话 如果你在键盘上敲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个魔法的事件发生了 你能把26个字母全敲全了 所以它其实是一句特别没有意义的话 但是这个 当时我看他跟那个独心树人 两个人好像在较量 对 独心树人在念另外一个词 一句话 对那句话就没有特别深刻的意义了 但是 那句话就完全是被打乱的 对 就是为了打乱他 他用这些人的话 能坚定自己的意志 不被去说被思想窃取 那咱们不行话 就是也要 得练这句话你知道吗 那咱们就练绕口令 知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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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 不知不得大不得不得皮 有 有吗 就不听不听 还不念经 好多人念这个东西 就比如说在有一些 有些老师教你们的一些技巧 比如说在这个男女进行某些事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这个太刺激了 你就背一些古诗 或者背一些这个公式什么的 然后分散一下自己注意力 以前就是说有人教这招 就是说你就使劲想那个大河马 想大河马 就是让你分心 让你冷静下来 让你冷静下来 好好想想那个东世界里的大河马 管用 管用 可是我觉得导演的编剧这个改的这个东西 没看过原著 但是看完之后里边的梗啊 我觉得用的都挺好的 拍着手法也挺有意思 那个设定 比较阴暗的成奸 你也看了 你觉得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虽然说这个剧的那个原著 是一个五几年的一个书吧 它是有一些现代的一些隐喻的 就是这些人 它其实就是大数据 他们就是从每一个人的那个脑子里边摘取了一些东西 并且呢 他们在就是说 在这个大数据的这个云里面 其实就是这些人是可以互相沟通的 然后呢 他们会把这些信息再 input的给另外一些人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的那个整个创造了一个数据云的这种大数据库 就跟现在的什么阿里 还有就是说什么百度啊 在做的这些事情一样 然后它可以再给广告商啊 什么之类的 它就可以给某一个人 比如说你同一个IP下 你就是有定制化的这种广告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觉得它这一部剧 它把这个当成就是开篇 第一篇就是剧来开头的这么一个意义 包括就是咱们那个喜马拉雅啊 以前咱们不是说吗 咱们有时候被推到首页了 但有时候看你的手机就没有被推到首页 好 跟你们咱们平时每个人订阅习惯有关系 它推送的不一样 对 是 因为我看这个的时候 我不知道C老师怎么想 刚才我觉得小王老师说特别对 因为我属于这个广告行业同意者 我看这个第一集的时候特别有危机感 这其实就是在讲我们 因为我们除了在收集别人的行为轨迹以外 我们还会做一件事叫DSP 就是定向推送 就是包括刚才你说的这种行为 不光是在喜马拉雅上 在现在很多的网络媒体上 你都会看到 比如说你前两天看过淘宝或者京东的某个产品 相关那些产品 这个就是他对你的行为轨迹做出分析以后 给你推送的相关信息 比如前两天我上完京东之后 然后我再打开其他网页的时候 他旁边挂的广告就变成我之前看的那商品了 没错 是这样 而且这个就是菲利普迪克的这个作品 就是因为刚才像C老师说的 它是50年代诞生的这个作品 所以导致它与现在 我们所认知的某些元素是有一个巨大断层的 就是从60年代到现代的很多东西没有产生 比如说像这种电脑或者一些先进的角度工具 你看即使是在那个状态下 大家开的车还是那种老式的车 而且包括后面有一些集 即使这个就是科技水平非常发达 他们的车型还是老式的像甲壳虫这种 在那个年代诞生出来的车型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导致观众看这个剧的时候 心里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落差 而且会给观众造成一种感官上的刺激 因为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 就是这次集啊 就是都看完之后我就发现 虽然咱们这个科技发展社会进步 但其实很多这种内在人 人类社会内核的东西还是没有被改变 其实所以你看要不然他五十年代 他创作小说的这个剧情 其实有很多其实共通的地方 尤其是像我们那有一些那种技术大牛 他们真正写大码那种特别牛的人 他们出门第一不用那个微信注保 第二不用信用卡 永远用信用这张 就是因为这些人 他其实都是特别有这种潜在的这种意识 他们要防范别人能够窃取他们的信息 你们这德国同事是吧 对我们那有那德国老头 他连一张信用卡都没有 公司给他买机票 否则他其他全买机票什么 他全有现金支付 他是保密局工作的吧 他这个人 对尤其是他是一个俄罗斯人 然后那个他在德国 然后先入德国籍了 他是一个特务 我一直觉得他一个特务 我就是特务 就是因为我前两天去芬兰 他们芬兰那边的街头 一直流传一个事儿 就是说这个现在德国的这个总统 是普京的这个蜜探 所以现在扰乱整个欧洲 过来的时候 跟我们一块吃饭嘛 然后吃完饭之后 然后我们就拿那个住宝 拿一个RV码出来结账 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 说你们都一直都这么做 我看你们中国人 这么做了好长时间了 你们有没有一些危机意识 我说怎么个危机意识 他说你看你们现在出门 也不带钱包 然后你现在有信用卡 你都不用 你永远都在用同一个 device 就是同一个设备来支付 你这样是特别危险 什么百度啊 什么Google这些东西 你只要是开着它 开过一次 然后你用它打过车 然后你从哪到哪 你每天的轨迹 然后你每天在哪 结过账 他全都知道 你这样的话 你就是人就整个透明 谁想查你什么的 全都能查 我说那怎么预防这件事 他说谢您姐这样啊 不是 那他如果他用的 不是苹果的话 或者不用的是那个 就是智能手机的话 我还挺能理解的 他如果用的是一个 特别老式的 比如3310这种呢 我觉得我还能理解 他用的就是13310 那绝对是特务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今天上午 我刚跟大家讨论完这个问题 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来大力提倡先上支付 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说白了 就是移动设备的安全是 其实是天方夜谈 所谓的移动设备安全 天方夜谈 包括我们所用的 现在电脑的这种终端 其实都是 因为之前我们那个 我不知道这话能不能说啊 因为之前我 就是去过一个DSP公司 因为DSP这个投放形式 刚刚兴起嘛 他跟我说 他说我能把这个信息 把我的广告 推送给定向的某一个人 这个人是 因为是一个公众人士 我就不能说了 然后他真的去推送了这件事 并且得到了回复 并且精准的 确实投放到了 这个人的眼前 这个人是一个 至高无上的人 是吧 他就是一演员 我告诉你 就是有一特别逗的事 我们服务甲方的时候 经常会有做 尤其是你去做这种 精准定向广告的时候 因为他前端是DSP 后端是SSP 中间还有ADExchange 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 组成的这种 就是定向广告投放系统 它能定向到客户的领导 这个是最关键的 直接影响领导 这事单子就 对就成了 就成了 所以的话 所有的这种单子下来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 你们能不能定向到 领导家门口 人家投户外广告都是 更别说这种互联网广告 都能做 刚才咱们说的一些 什么数据 但咱们这种节目 不太容易被人摸透吧 咱们这个是吧 想什么说什么呢 这种 节目摸不透 大家已经摸不透了 连更新时间 有时候都摸不透 我们不能太有规律 是吧 太有规律就被某些这种 就是会摸咱们这个规律了 对 然后后来 我们在那次吃饭的时候 深入探讨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人 为什么那么缺乏 隐私权的意识 就是中国人好像 这个回头再聊吧 这太长了 回头咱们专门 对一个有关 这个得起那些事的节目 咱们会在订阅号里边 来更新 咱们找订阅号 订阅号 就是咱手机 微信公众号 你搜索 黑水公众号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第一集 我觉得这几集里边 第一集质量还是不错的 然后第一集里边 挺有意思的一个 我觉得两个方面 很有能够去讨论的 一个刚才大家说的 隐私这个事 其实这个事 你现在把它去想象成 电子化什么的 是已经很极端了 其实你往回退 因为很多时候 就像最老的 最老的时候 我们说过科幻 都是把一些东西 推到极致 让你去 让你去有一种 不一样的思想 一种思考 现在来看 从片里看 就是这帮人 窃取思维 一定是错的 对吧 就是他们 他们偷款我们思维 我们作为普通人 我们没这个能力 回击一定是错的 我们都希望 自己有这个反馈机制 就是这个防御机制 但实际上 我们的生活中 就是不停的 在被人窥探 其实什么样 因为他们里边 还立法了 就是说什么人 是可以被看的 比如说你那个 警员就不许 看警员的思维 看警员思维 你就犯法了 其实我当时 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前几年特火的一个剧 叫别对我说谎 那算 like to me 那个算不算 窃取我思维 当你跟我说话的时候 你知道我说的 每句话是真是假 这个算窥探 我的隐私吗 其实 那是一个特殊技能 就是你要训练 但是在片里边 那些人就是说 他的那个技能 也是一个技能 就是我窥探 你思维也是一个技能了 当别人拥有这个技能 的时候 他窥探你合不合法 其实会发现 会有一个特别模糊的地带 我觉得实际上 他有门槛 就like to me 里边那人 他因为他是常年 就是干那 他这个可能门槛比较高了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有些人 像他剧里边天生的 他就会觉得 你天生就有这个 那我他妈就没有 是吧 他因为你不学 你就有 那我他妈的怎么办 有个意思 就是他通过努力了 就可以 他努力了 他努力了 Faker 和你钱可以吗 Faker Faker也通过努力学 编码了 然后把你银行钱倒走了 其实我一个人 没有对错 就是中间会发现灰色地带 这个其实就是 片子给我们的 一个思考的问题 就是到底 这个隐私的尺度在哪 这个真的值得 我们去思考 中国人对隐私一种概念 其实外国 因为我记得外国 有一个老头 不是老头 一男人 说开车 带着情人开车 然后闯红灯 啪被拍下来了 然后照片就 发到网上了 结果被他妻子看见了 就离婚了 然后这男的就告 就是你侵犯我隐私 结果还告成了 所以从这之后 就是所有副驾驶 脸是要打光的 就是拍照片 说副驾驶要挡上 不能看副驾驶是谁 就是你会发现 这个隐私到底在哪 就美国家可能也不一样 第一个问题 就是看作用 我觉得如果你的作用 是用来帮助别人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你比如像黑客偷钱 这属于具备社会危害性 这肯定是违法的 盗贼的钱 然后发给了普通老百姓 就这件事 他一定 那肯定不行 他我觉得是道德层面的 这种灰色地带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说对与错 对 就是他里边会变灰色了 就是这个是我们思考的 我觉得没有答案 然后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刚才赛S说特对 因为那个片里边 感觉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但所有的那些底层的 那些具有超能力的人 他们有了一种东西 可以叫精神网络 然后这个时候 他可以给你强灌输 因为开始 女主人公 其实开始并没有 特别强的反叛思想 但是作为妓女的黑人 她有 她就不停的就说 你该反抗了 然后最后他们形成了 我觉得最后结果 他们是暴民 因为他们到最后 大结尾的时候 感觉那个城都炸了 我是认为 你即使被压迫 应该以正常的手段 去怎么解决 而不是去烧人家城 但我看到那时候 我联想到 有可能是两种 意识形态的人的这种冲突 甚至是两种 这种社会形态的冲突 最逗的就是 这个形态里边 利用了网络 然后让这个冲突发生了 这个是这里边的一个预言 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会出现网络爆民 当他一群人思想高度统一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是一件可怕的事 但如果没有网络 他没法让底下这些人统一 这个网络是另一个作用 副作用 我觉得是 因为这是一个副作用 在这块 也值得我们思考 有网络爆民的问题 打击网络爆民 网络还是双刃剑 网络只是一个催化剂 它会让这些更团 就是它会让团结的人更团结 而且它会放大这些人的优点和劣势 因为网络把这些很多事 弄得没有门槛了 所以形形色色的人 都会在网络上出现 这个很正常 其实你不觉得这个片子 有点像就是骂棱镜门吗 你知道棱镜门这种东西 他就是你站在政府的角度 他是说我是在维护一个治安 因为在911之后 棱镜门这个项目启动的 所以他是在为了预防911这件事 但是就是因为在执行的过程中 有很多人利用了棱镜门的网络 然后实现了一些自己的利益 这个就不对了 就是说你不能说站在一个好的出发点 然后干了一件就是为利己的事 这可能是不对的 对就是他是把这里边的双刃都表现出的 所以很厉害的 其实还好 就是第一季 他这个概念抛出来之后 还好理解 我觉得这一季 第一季里边 是最容易让咱们所理解的 其实后来的这个几集 我就觉得有点真的是梦了 我觉得第一集可能 还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梦 第二三集 这两集我觉得都很梦 第二集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大概说一下吧 第二集就讲一个300岁的老太太 然后他们就就是未来已经发展 特别高科技 都在外星生存好多年了 然后这人都活好几百岁 300岁还能活着 然后他呢 到了一个这个旅行公司 想办个旅行 什么旅行 他想去地球 他听他爷爷说 他爷爷小时候在地球长大的 什么跟他奶奶 什么在地球生存 他奶奶听奶奶 爷爷是在地球生存的 他想回去看他们故乡 然后呢 但这个时候 这个通过网络搜索 地球早就毁灭了 然后呢 这个就去不了嘛 但是呢 这个时候这个旅行社的 这有哥俩 旅行社的哥俩 就是想黑这老太太比钱 就找了一个跟地球差不多的星球 就带他去了 老太太带着一个机器人去 然后呢 结果他们到了地球 就到了那个向地球的 就从表面上看啊 他们到了那个向地球的星球了 然后呢 下了星球 就下了飞船 上边都已经都是一片腐败 然后最后中毒死掉 我觉得最后就是死了 因为他最后表现的像梦一样 等等等等 因为我大概听说是这样 就说这个故事特别短 然后很难拍成一个这么长的片子 所以编剧在里边 重新加了很多梗在里头 所以导致这集 有点你不知道他干嘛 就这集 我就有两个地儿 我看不明白 一个地儿就是 你刚才说最后下了飞船之后 第一他为什么要下飞船 就那个男主 为什么要下飞船 第二下了飞船之后 那到底是梦 还是真实去发生的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那个机器人 在之前 他到底改没改航线 其实咱们刚才是提了几个疑问 其实这部第二集里边 它有很多 对于第二集世界观里边的一些设定 他都是轻描淡写的 就说出来了 他并没有去解释 为什么人能活到二三百岁 而且我记得 这里边老太太还说 我说以前的人 就是能活到一百岁 已经是什么很厉害的了 所以他里边有很多 很强的世界观设定 地球会被毁灭 这些点 其实他都没有提到 我不知道原著小说里边 有没有详细的描写 好像也没有 按照这架势 以菲利普迪克的写小说的性格是没有 他一般就是直接抛出来 然后也有些世界观 他觉得有用的 他会在小说里给你描述到 他觉得这个世界观 没有必要去解释 他就搁这了 本身就是虚构的 我说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刚才CIS那问题 我有另外一想法 真这里边那男主 真就是那爷爷 他是被冷冻的 然后当他回到了地球之后 然后他被 跟老太太一块的那种想法 然后他激起了他的回忆 所以我认为他后来都是回忆 他不是说他们缺氧 或者怎么着出现了一种幻觉 我觉得他之前就是回忆 他们也死了 所以其实老太那照片是真的 对 老太那照片是真的 就是真的是男主 跟他一起年轻的时候 跟他奶奶一起年轻的时候 拍的 对 然后他过来做这个行情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是为了 唤起他爷爷的记忆 因为他找到了他爷爷 他爷爷被冻起来了 就可能 比如说他爷爷被 被谁给冻起来 然后他奶奶可能 就一直什么手拐 然后就找不着他爷爷 想让他爷爷记起他奶奶 完成他奶奶的一个医院 然后他带他回到他们以前生活的地方 即便是一个很像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他就 那个他爷爷就 比如说缺氧 或者说临死的时候 就想到了 然后他也很欣慰 就是因为他 他爷爷已经想起来奶奶了 这集吧 然后后边 他就是真的是电子梦 这是电子梦 绝对是梦了 就是最后那些场景 什么回到什么美好地球 那个都是梦了 其实我喜欢这种开放式的结局 我喜欢这种开放式的结局 我不像说你告诉我 说具体应该是什么 看完之后 真的是你会盯着屏幕 放空五分钟 这个时候应该给你一个三分钟黑屏 对对对 过一个黑屏 然后好好思考一下 就是在男子 把衣服都脱了下水的时候 然后应该三分钟黑屏 是吧 据说这个原著小说 特别短 然后在原著小说里边 那个机型的系统也不多 因为这里边 赛斯还有一问题 就那机型改没改航程的问题 其实好像在原著里边 是没改航程 但是他们找的那颗星球 就是地球 他们以为是一颗像地球的星球 那因为时间太久远了 星球的名字也变了 然后星系名字都变了 他们以为那个不是地球 但他们当最后 从到达星球的时候 最后在里边 发现了一枚美利坚合众国的硬币 然后来暗指就是地球 这是一种说法 然后其实有点像星球崛起的结尾 但是我觉得另一种可能 星球绝体又吓吓了 又吓到了 再吞也没什么用了 但是我觉得另一种可能就是 也没准它真的不是地球 那个硬币是 就是刚过去的人扔的 不是 是前一波被看的人去那块 掉在那的 就我这点看的时候 我一直就在想 那机型是不是害他们呢 就是机型是不是要害老太太 就是可能机型人一直都知道 他们在骗老太太 机型人害老太太 把他拿那两千块钱 两千克的钱 请注意 两千克的钱挺重的 要你你也拿 就我觉得是那个机型人 我反正没看过原著啊 我就一边看一边想 我觉得那机型人吧 他好像就是 他知道一切 就是你后来等那老太太 下了那个飞船之后 你感觉他都知道 那这俩人密谋的 还有这俩人骗他的 那为什么这机型人 他到底是为老太太好 而不为老太太好 这代我一直没想明白 机型人看你们之后都死了 我拿着两千克钱 岂不是美滋滋 岂不是美滋滋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 就是机型人跟他们说了 这老太太下个月就要死了 就要死了 所以就是机型人理解了 这个老太太的梦 因为他是机型人 机型人可能对于人情世故 不是那么理解 也不好说 他想那钱 老想钱 但是最后他发现 这个男主好像对这个老太太的 就是情绪是有变化的 就是对老太太的情感是有变化的 因为我特别接受不了什么 这个年轻小伙子 怎么就慢慢慢慢 喜欢上这老太太 就200多岁老太太 因为是他之前聘头的孙女 人家觉得这个很害 真的假的 我都听不懂了 我看到这越来越开放了 让咱们一说 就喜欢这一款 所以说我刚才那解释 他是被冻起来的 他就是看他孙女 跟他奶奶之前长的一模一样 想起来什么 我觉得不好说 反正就是如果是现实点的话 我同意今后说 就是他俩死了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星球上的一些空气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让他们有了幻觉置换了 然后机型人也同意让这个老太太下船 然后这个男的也去 其实也是为了让老太太拥抱自己的梦吧 因为他毕竟还有一个月的生命了 对对对 我也觉得是这样 就是机型人 不管他改没改航程 就是说他要么是知道他们定的航程本身就是地球 要么就是他改了航程 最后他是让老太太到了地球 然后跟他想带着下去的年轻人下去死掉 因为机型人是老太太的机型人 他不认为其他生命的死亡对他有什么影响 因为这个机型人是菲利普提克创造机型人 他不遵守阿西莫夫的那一套理论 他完全效忠于自己的主子 我觉得是这个 我是这么理解 我都老觉得那个开船的那个哥们那不是那王眼的吗 他可能有法力自己就回去了 他可能就直眼了 我再想 因为他们那飞船坏在那儿了 好像好像不能走了吧 不知道 反正他挺惨的 我挺喜欢这种开放式结尾的 咱们来聊第三个 第三集就是我个人挺喜欢的 我挺喜欢第三集的 我也比较喜欢第三集 就是岁数大了 因为第三集大概讲的是一个岁数更大的男人 我觉得第三集是典型的英剧的风格 一般这个剧里边的这中年男子长得也不太好看 他是主角 一般都是英剧的套路 一般每一剧不会找这么男孩 一个大爷 大概说这大爷的背景就是跟他媳妇关系也不是特好 然后他们有一孩子 这孩子还有神经病 闹事 确实是有造狂症类似于这种精神病 然后他挺闹心的 他对于自己的儿子是又爱又恨 这么一个状态 生活也不是说多有钱 就是一个火车售票员 然后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大美女在他面前买票 说要到一个什么镇子 梅肯高地 梅肯高地镇 然后说我在这工作20年 我没听说过有这么一镇子 你肯定记错了 然后这女的说 我天天的坐几点几分的车 说的跟她那时间表都对得上 但是拿着那时间表一看 就没有这站 然后他再一说话 这女的就消失了 然后这就成他心里一事了 对吧 然后后来又隔了几天 他又看见这女的了 所以他后来就很纠结 高地这个镇子到底有没有 他还叫上他们站的站长 我跟你说 看到这的时候 让我想起了咱们北京的多少路 消失了公共汽车 那只车销 我想起来的是日本 那个叫如月镇 如月车站 如月车站 就是说会到一站 叫如月车站 但在地铁表上是没有的 然后你下了车站之后 你就会经历很奇异的事情 还在日本的一个论坛上 去反复的去吵讨论过 然后吵的还挺火的 然后但实际上 这个故事跟如月车站 还是不一样的 后来这个人实在忍不住了 他就上了车了 不过当时我马上也想到了 成为约翰乔马克诺维奇 他办公室不是在七层半吗 因为没有七层半 这层停嘛 所以他们坐这车也是 在两站中间没有停 但是到地方的时候 就有人摁车门开 给大家跳下去 然后他就跟着大家 一块跳下去 然后就走进一个镇子 就发现真有这么一个镇子 这个镇子好像就真的是 一个乌托邦小镇一样 到这个镇子 你会觉得无限的美好 每个人都那么平和 让我想起了西部世界 对对对 特别美好 然后他在镇子里边 就瞎逛吧 反正然后大美女又出来 跟他落了会儿磕 这都不是重点 他就到了 这女的告诉他 你该几点回去 他到点回去了 回去之后 发现一切都变了 媳妇对他特别热情 然后他一推开他儿子家 儿子那屋的门 发现是婴儿窗还都是 然后媳妇还说 咱们当年想生孩子 也没生出来 突然发现他闹心的孩子 就不存在 结果他的生活 变得特别美好了 然后他后来 反复的就去小镇 但是他好像不太能接受 这种超现实的美好 他又犹豫了 他又开始调查 这小镇是怎么回事 然后发现说 这小镇当年是要造 然后后来由于什么 投票特别接近 没有造成 然后小镇是没有造的 结果就是 有很多人会在车站 在这个地方跳下去 找到这个小镇 然后他最后就发现 这个小镇会是给了他 这么理解吧 就是平行宇宙 他通过这个小镇 可以去另一个美好的宇宙 然后他不接受 他要找回自己的儿子 即使自己的儿子 是一个神经病 他自己的这个媳妇 对他不够爱 但他要的是 他的真实的生活 但是我看他 就是有一场戏 就是他儿子 好像放一张唱片是吧 是他啪的 他当然还说 哎呦 你看你听 我觉得那场戏演的 我觉得真是一个 中年那个父亲 对于那个 想跟儿子找到一些 共同的这种语言 对对很心酸 然后儿子对你就像那样 对就跟 所以我特有感触 带孩子听歌不解 女蛋还要玩 说话不解 老蛋还好 老二现在更那时 老二开始听薛之谦了 我都崩溃了 我说你能不能不听这个 咱听点别的 就是不行 头像都改了 改成薛之谦的 就是 你发现 歌歌不入的那种 那种是有这种感觉 然后 反正最后就是 他最后回到了 自己的那个世界了 然后又看到 他那个闹心儿子 他很开心 这个故事 大概就这么结尾了 我觉得他最后 还是没回去 他最后 去另外一个平行世界 那个平行世界里边 只有他儿子 没有他老婆 你不觉得他回去之后 没看他老婆吗 就看他儿子了 他又去了 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其实 你这说的有点像 咱们之前说 那个 惠青来的那一夜 对 因为他这里边 我觉得里边 好多的梗 都跟那惠青 来的那一夜 特别像 每回去完之后 回来都会有一些变化 包括他那个站长 本身是没有孩子的 说你不能了解 说我这个中间男人 家里有个孩子 是什么 我没有孩子 我多少个孩子呢 对 就是他每回 好像都会到了 不一样的地方 反正最后 回到了一个 有他儿子的地方 还真是好 没见上他 没见上他媳妇 也可能跟小王说的 他还是没回去 还有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他每次去 那个小镇的时候 其实发生的很多事情 都跟他每次去的时候 是一样的 都是同一天 都是同一天 他出来的时候 都会有一对新婚夫妇 说我们刚结婚 我们特别开心 撞他一下 然后后来 最后还骂了人家 但是我觉得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他在咖啡馆里 吃蛋糕 每次蛋糕是不一样 每次点着蛋糕 那个女孩 给到他的是不一样的 那个女孩 我忘了 他当时有个什么梗 好像跟他之间 也有钱 想说被强奸过 那女孩 儿子就那个梗 就是说他儿子 好像在哪儿 跟人家女孩 发生了点什么 所以他就是 跟那女孩聊的时候 就聊了很多 你知道为什么 那女孩说话不一样吗 因为他觉醒 其他人没觉醒 因为他觉醒了 你知道吗 真的 我当时看他 就让我想起西部世界 那个老宝 因为他能够 跳出这个世界 去跟男主交流 其他人好像都不能 他最后还劝男主 他说你不要说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就是你在这 咱们就说在这的事 但是我当时觉得 这个小镇 是一精神病院 他那个精神病院 里边的那些人 他们有的人是 就比如说 那个新婚夫妇 女孩是 那个精神病人 他脑子里边 就永远是 他最快乐那一天 他永远都想回忆 这一天 这个卖蛋糕的女孩 遭受过精神创伤的 一个女孩 那么他想的 比如说 他是一个 给雨型的那种人 他就想 就说 即使我心里不快乐 但我想让别人快乐 所以就说 我能怎么样给你快乐 就跟Sherden他妈一样 就说 那个当别人不高兴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给他一杯热茶 他现在就是 这么一个性格 我觉得 他我觉得 那是一个精神病院 我里边还有一个镜头 特别喜欢的 就是他去找 刚开始去车站 找那大美女的时候 他进的那个房子 你看了 他那个房子 是一特别扁的房子 但是推开进去之后 里边是一个无限的 不同维度的空间 所以就在那块的时候 能明确的感觉到 他其实是穿越 有穿越平行空间的感觉 就是那个几个镜头 其实用的挺 他那个还是有明确 平行宇宙的梗塞里边 但是我觉得 他就是说 他最终表达的东西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不管那个镇子里边 是我觉得 因为就是跟他一块去的那些人 还有好多人 跟他一块去 后来那些人干嘛呢 那些人也是过去寻找快乐 里边是托儿 里边有一人 还是传教室里边 那个傻逼天使 天使 特别热 找人家大鹅 我们说英剧 很多英剧里边 都有这种 类似于咱们中国葛优这种演员 长得也不好看 长得还特怪 但是老能在各种剧里出现 这位 人还特有戏 特别有戏 特别有戏 后来就说 他们就走不了了 那种感觉 但是我其实没明白的 他说那句话 所以我也看那句话了 他说他们走不了了 但是他们其实是回来之后 生活会有变化 但是在小镇里边 其实体验的云岸都是那一天 所以他们为什么走不了 我其实没有理解这个心态 两种人 因为你看我跟金花 我跟金花不太一样 因为我没有孩子 但是我对 其实对这个男主 是非常理解的 因为这个男主代表的这些群体 其实在我看来并不陌生 因为我会发现我的长辈 就是在咱们中国 我的长辈这一代人 他们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他们是对自己的生活 得到了一种确认 就是说我已经认了 我认命了 我就是要过这种生活 你给他好日子 他对他来说是一种恐惧 他认为以我的命格 不可能有好的事降临在我身上 所以就是这个男主 为什么最后 即使他的孩子 给他造成很大压力 他也要他的孩子 然后那些人 就是我刚才说那些托儿 为什么 是因为那些托儿 他们在逃避现实 对 这就是在同一个环境下 不同人格导致了不同选择 他们是因为 没有办法面对现实 所以他说出不去 而不是说物理上出不去 我就是这个男主角的心态 就是如果你给我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一切都变得美好了 我也接受不了 我还是要回到我原来的生活 所以如果真是我在那些距离的话 我就疯了 我会用各种方法去回到现实生活 如果现实生活发现不对的话 我会特别内焦虑 所以你会跟男主一样吗 就是不断的找回现实的情况 我一定会 你之后回到现实 我才会有一种 才会瓶颈 就是在这种瓶里边 重新去面对我的这种麻烦 也好怎么着 但是我会想办法去克服 去解决这些麻烦 我一定要去解决 这是一种变相的斯德格尔摩综合照 就是你对不好的现状的一种确认 就是如果你回不到那的话 你会失去很多东西 他更多的不是说 因为他觉得变好了 他接受不了 而他要找回真正的自己 就是他必须要有那个真实的我 就是我 虽然他最后可能没回到自己的宇宙 这个因为结尾可能会相对开放 可能他没回去 可能他回去了 但是他所干的事 是在找寻真实自我 就是开始会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 其实每个人 我觉得是这样 任何人对自己生活都不满意 哪怕那些我们现在看来 我们想成为的人 可能他们都会觉得生活是有缺憾的 然后当他们真的达到了 就通过这种超现实主义 达到了自己想要的 想象中那样 像你说的 你会发现失去东西了 你失去的那些东西 发现是你真想要的 就作为这个 这个男人是 他希望是 媳妇对他好 他这个 孩子这个倒霉的事没有 但当他真过到那样 他发现他的孩子没有了 那是他真正不能舍弃的东西 带来很多麻烦 是吧 家庭上的一些东西 但当他没有了 发现原来我从来都没有 但这更可怕的这件事 就你感觉你的这一生 好像没有经历过 你之前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了 他为什么 我觉得 把他改成了一个岁数比较大的人去演 就是更有意思 因为好像原著相对会年轻一些 因为好像还是女朋友关系 他为什么变成一个岁数更大人 就更能说明这个 就是我活了五十岁了 或者那人看着这五十 我觉得我活了五十岁了 我的生活是假的吗 他会有这种疑问 我已经活成这样了 我现在就要的是活我自己 而不是你给我一个假象的生活 我觉得生活是不可能没有麻烦 麻烦是处处都在的 就是你不可能说 活在一个没有麻烦的世界里 所以说西方世界 有一个很古老的谚语 就是be care what you wish for 也就是说你小心你想要的东西 就是他的那种概念 就是说你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一定会用另外一些东西来换的 谚语里面的那个故事 就是说有一对老夫妻 他们就是说 哎呀我们好穷啊 我们好想要很多钱呢 然后就是他们就每天跟那个佛祖祈愿啊 还是怎么样 就说我们要很多的钱 就拜托给我们很多的钱 然后后来有一天就忽然 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孩子生病了 又来了一堆人 把他们孩子给弄走 你们这孩子得了一个很罕见的病 我们去拿的研究了 你拿钱吧 哭说哎呀我们要孩子 我们想让他回来 孩子回来了 结果他们的农田就没有了 欧洲那边都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说 当你跟就是上帝要什么的时候 请你注意 他有可能让你丧失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跟这个剧里面的那种概念很好 就是说他一开始可能对他的生活并不满意 他可能觉得他的儿子是一个麻烦 他肯定会想说 Oh God 请你把他带走吧 但后来就发现真的带走了 然后就说 我的老婆跟我关系这么不好 请你让我们回到以前的那种关系 就很多这种东西 会和以前的谚语是契合在一起 一种对生活这种态度 就是别想要什么过自己 命运就这么注定了 就过你的命呗 第四集 第四集讲是什么 没太看明白 没事 我也没太看明白 就是第四集就这样 第四集的名字叫疯狂钻石 Crazy Demon 然后他一上来放的这个歌 叫Octopass 就是章鱼 这个章鱼有一个梗 就是这首歌 实际上是被收录到一张叫做Crazy Demon的专辑里面的 所以一上来他用这个当的片头曲 这件事呢是这个演员很出名是李夫布希米演 他也是一个中年人 他在这里面演的是一个中年人 然后一上来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交代世界观 他只是说了这个星球上的一些能源枯竭了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星球里面再采集 现成能用的一些资源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跟自己的妻子在房子里面开始种一些作物 有点像豆芽似的东西 然后还从抽屉里面拿出了一天就坏了的鸡蛋 就是这个在这个星球上食物的保质期变得很短 连地球都不是了 就是他只说恒星这个词 他没说是地球 他只说了恒星 所以所有的食物在这个星球上面的保质期非常短 然后到期以后会被人收走 然后呢他们就去坐车去了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食物被收走以后 他们就坐车去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从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工厂 然后他们在进这个工厂之前呢 还跟一个出面人身的女性 猪八戒 女版猪八戒 我看那时候我发现 卧槽我们这个老板休记的化妆是多么的牛逼了 真的 在如今2017年这个是吧 这个西方的电视剧 做出了猪八戒人形的东西也不过如此嘛 我们在八几年里边就已经炉火纯青了 这确实是确实 是吧 我们一眼也不比他那差是吧 想起了马泽华老师 那会儿有很多很厉害的老师 然后他们跟这个猪面人身的这个女性 打过招呼之后就进到了这个工厂 我们发现在这个工厂里面 他生产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工业设备还是什么 他生产的是一种意识叫QC 量子意识 这个量子意识呢 他们给来的观众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把这些量子意识注入到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生灵的这个人的体内以后 这些人就都变成了活人 工科 对啊 非常的工科 就是意识开始植入了 然后接下来他在这个工厂里面认识了一个女性 就是史利夫布希密是工厂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 他在这里面认识了一个女性 这个女性呢 开始跟他套近乎 这那谈理想啊 是吧 从这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 后来他发现这个女性其实有目的去接近他 他是为了要偷走一些QC 就是要偷走一些这个意识 因为 这女的应该是个仿生人吧 对 或者是什么 对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对 他就是他们那里面叫Jill Jill和Jack 这个是男仿生人和女仿生人 他就是仿生人 他们那个仿生人的寿命很短 他们仿生人必须要靠这个QC 然后维持自己的意识 然后维持自己的体貌特征 所以他需要这个QC 让他去帮他偷出来一些 然后他们呢 偷出来一些以后发现 这个女的是要把这个QC 卖给一个其他的人 这里边这个人出现很炸裂 因为这个人 他的眼睛上是有胎记的 就是红色的那个胎记 所以这其实是第一部里面的 那个可以读心的人 但是这个人 你从体貌特征可以看出来 他的生活过得并不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延续了 第一集那个设定 就是他们这些能读心的人 不被社会所认可 所以被挤到了边缘 他们住都是住在森林里边 特别破旧的 第一集跟第四集联系在一起了 对 因为第四集那个人明显就是 第一集里面会读心的人 然后结果这个人黑石黑 拿到了QC以后 把他们都宰了 但是这个女仿生人呢 却逃了出来 最后这个女仿生人来 找这个史里夫布希密 说不行 咱俩得把他拖回来 他俩就去到这个营地 然后把那帮人弄死 然后把QC拿回来 结果最后呢 这个因为史里夫布希密 在就是在第二天 这个QC被偷的时候 举报了他们 对对对 举报了他们 所以这个 反水了 对啊 所以这个既有就非常不爽 最后其实是来找史里夫布希密 做的一个复仇 然后最后呢 他们 结果他把他的妻子 一块拉上了船 反正也说了些话吧 就说我们谈理想 什么谈报复 然后最后这史里夫布希密的媳妇 他俩就上了这个船 然后去游这个什么几大洋了 因为这个史里夫布希密的理想 就是年岁大了以后 去游各个海 结果他俩先去了 史里夫布希密上了船以后 还被他扔到海里 最后在海边发现了 他自己最爱的一个唱片 对对对 就是我们刚开始 最开始说的 那个章鱼这个歌 其实就这样结束了 对 其实这次的故事吧 我觉得他的视剧观更有意思 有点让我想到了 这个楚门世界 还有一段不是挖地 往上说你看 这些都是假的 所有的地全都是 你挖了大概有一产子下去 然后就是水泥地了 对 见底了 然后所有的植物 其实也都不是真的植物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 就是后来我老注意那天 我老怕冻不冻 好像天会被处于冻 突然有一块 那个眼睛屏不亮了 然后那天是一冻 这第四集也是 有很强的 这个视线关系设定的东西 在里边 但是他也没有 特别详细的阐述 包括这个 诸面人参 对 就是到底那些人是怎么来的 他到底是在哪个星球 是不是地球 就这些东西 他其实都没说 而且为什么资源枯竭了 其实也没说 你像那个 我们之前看那个 星际穿越里边 他还跟你讲 说地球是因为怎么怎么着 然后作物 所以就不行了 所以人们吃不到 都没讲 也可能跟电视剧 比较短 有关系吧 对 我记得好像 那个猪面人参时候 那个人好像说了一句 说我体内 好像有40%是人 是吧 好像意思就是说 那我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个 他这里面 有一些硬科幻的元素 在里面 他说了这个QC 是用人跟猪的基因 合成的 所以很有可能 那个猪面人参的女性 是之前实验的失败品 导致他变成了那样 因为QC就是这个东西 他作为人造人 一定会被注射这个QC 所以这个基因会影响他 我觉得他就是 就这人 他哪坏了 然后换哪 那个感觉 是这意思 对 就是那个 并不一定说是 实验的那个失败品 就是因为他脑袋坏了 所以就换了一个脑袋 别人可能就是心脏坏了 换了一株心 你看不出来而已 换一脑仁不就完了 连头都得换了 对他可能就是脑壳坏了 对吧 壳坏了 那外面的皮肤也滑 不是 我说那个时候 科技都那么发达了 你说你做一什么 硅胶型的 什么那个头骨不行 非得直接照搬一个猪的 因为那个菲利普 因为菲利普迪克先生 做小说是5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 像现在这种 直皮整容什么的这种 有可能他用猪的这种 可能更凸显矛盾 或者凸显里边的剧情 视觉冲击力更明显 我觉得这个片 主要讲的是 你要说从表象来看 我觉得是一个 中年人的这个职业理想 他最后还是守住了 自己的操守 去把这个同伙给举报了 人物这个剧情走向 他这个 我觉得没有什么 太出乎意料的 对 就是中年人在生活中 因为他生活已经很平淡了 他在那个工厂工作 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那么稳定的中年人 也会在生活中 遇到很多的分支 比如说这个异性的诱惑 因为他跟这个女性 确实是有一腿的 他受到了一些异性的诱惑 受到了不光是来自于社会上的 还包括这个金钱上诱惑 因为他们是去卖这个QC 这个QC是能卖很高价格的 所以他在面对诱惑的时候 自己的一些摇摆不定 我觉得在表面上看是这个 太深的东西 我也没觉得能挖住什么来 比较迷人 或者说好看地儿 还是他这个猪面 人形的这个猪小姐 我觉得这个在最后 因为现在等于出了四集 我觉得再往后出的话 很有可能前四季的一些元素 在后面会有融合 你是说大乱斗 都在 我觉得他说这不是没有可能 猪小姐搭战独心人 这一集里猪小姐跟独心人都有了 搭战丢孩子 他就穿越到了一个地方 发现回来之后 孩子是猪型的 菲伯迪克也要做电子梦语 电子梦宇宙形成 菲伯迪克宇宙有可能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卖保险的女的 她不是仿生人 就是她只是为了要 让那人对她产生一种同情 就说我要死 我要死 你赶紧帮我偷 但是她其实可能并不是仿生人 就比如说可能一个正常人 她也会想 我注射这个肩果之后 我可不可以 比如说忽然发生一点 很奇异的小变异 她也可能是一个 这么一个心态 然后她是她就是要去挣钱去 然后那个她就想让她 把这个帮她偷出来 然后她就说 我们就快没有时间了 因为我快死了 所以说她让她帮她去偷 然后后来呢 就是当那个是她老板吧 想把那个姜狗 从她身体里边 给弄出来的时候 其实她一直在说什么 我爱你什么之类的 其实因为她根本都不怕 我觉得人之将死 就是肯定会有一种 真正的那种表象出来 她还在说着假话 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正常人 她不怕那肩果 从她身体里出来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咱们都没看过那小说 就是她这个原作叫做消瘦术 就是她其实讲的是 这个女的 她是如何把东西卖出去的 她如何去 消瘦 对 她有点去诈骗的感觉 所以她到底是不是一个Gio 是不是一个仿生人 其实在片子里面 没有明确的 特别明确的说她就是 或者她是植入了QC 还是也有可能 背后有更大的阴谋吧 但是这个女性的口才 确实非常厉害 对 的确是非常好 就是跟你说点什么 而且很能演 你们发现了吗 到门口之后 我先摔倒 然后你得给我滴杯水 我都进门了 我拉着箱子 我以为她是真的 不行了呢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其实觉得 她即便是她真病了 但是那个可能 她也是想进门 想去报复的一个手段 你们都太可怕了 让你们分析的 每一步都是骗局 真的根本没 我就是看 就看朱小姐就够了 说你分析的还那么多 看看朱小姐不就够了吗 这些 她说有可能 毕竟那个书的名字叫这个 做销售的 基本都跟表演挂钩的 她就是假装的 因为她一开始 先是从那个 在那个 就是酒吧里边 跟那男的聊天的时候 把那个 就是说他们之前 做过试管婴儿 这个事给套出来了 然后她又假装 她有当时那些症状 去套了那个女的那个信任 我觉得她就是这样的 我当时有 你发现没有 就咱俩是可能会被骗的人 不是 但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 他们那个 那个是不是设定 也是这些人 都生不出孩子了 就是他们这个正常 因为那男主跟女主 其实一直说 我们做了试管婴儿 也不成功嘛 所以他们才发明了 这种就是仿生人 还是怎么样 延续人类的 延续 就是这个是有可能 因为他们连那个 什么什么植物 不都是没有了吗 都地上都铺的 我觉得甭玩假的 还是说人工什么的 就他已经基本 全部都基因化了 所以很有可能 我觉得他们那个世界 在未来 孩子都是靠这种 造出这么一个人 注入一个意识 这都是仿造人 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 我就瞎猜 因为实在这集没看中 我觉得都是骗子 这部剧 现在更新的四集 我们也就是看了 像那个黑镜的套路 有点像黑镜套路 其实我觉得从内核上 是挺像的 但是可能从表现上 是有一点差别 因为它是菲利普迪克的作品 他为了 他还真不像后来 我们看的一些 菲利普迪克改成电影的作品 因为他那个 可能我觉得投资大 然后要求票房回报高 基本上是改成现代状态了 这部电视联谊剧 基本上是保持在 六七十年代的 那会儿如果拍科幻 是一个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有点回归 那种老科幻片的 所以他跟黑镜的区别 我觉得也在这 黑镜其实都是给你 去一个远未来 或者他这个是一个 就是你可能发生在 六七十年代的一个未来 可能发生在一个 2004年的一个未来 就都是这种的一个感觉 发生的科幻 好像是在我们 就是已经过了的那些 平行宇宙的未来 对对对 就是所以他就给你感觉 跟黑镜还是有一定差别 我觉得格式可能差不太多 最后其实也有些隐喻啊 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 核还不太一样 他还是那个 菲利普迪克的 那种赛博朋克的感觉 那你认为就是 现在新今这个时代 为什么就是 菲利普迪克的作品 突然就是大量的 去搬上荧幕了 有什么现实的这种意义吗 菲利普迪克的作品 基本上是讨论存在 就是存在主义 其实你会看到 我们刚才聊的很多东西 都是事物是不是真实存在 人的人生是不是真实存在 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就是是在讨论这些东西 和一些灰色地带 而这些东西 所以有人说 菲利普迪克是科幻界的梵高 因为他太超前了 他的作品 直到他死的时候 才开始有人去挖掘 而一直到了200年 21世纪之后 菲利普迪克的作品 开始大放异彩 这种状态 是由于在七八十年代 他的人生最后一些时候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人类我觉得 还没有到这种思考 自己是什么的这种状态 因为那会儿还冷战 我觉得不是说光是科幻技术层面的问题 就是说那会儿是在冷战阶段 你说那会儿什么星球 还你说我没给做一个 那会儿老星球的 冷战的这种感觉在里边 就是会不会核爆 那会儿最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而你菲利普迪克很多作品 是核爆之后 核爆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而核爆之后的一些故事 你会发现他在讨论存在主义 就人富裕了之后才会考虑这些问题 所以那时候比较火爆的作品 是星球大战 要么就是那个沙丘 是吧 是有一个很强世界观架构 但是这个世界观架构 是我们能理解 是能爽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跟互联网时代的有关 就我们互联网之后 很多东西 你都变成一个人自己 玩个手机 按个电脑 你会开始去 觉得你自己的存在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我们越来越东西虚拟化 跟刚才说的我们支付的 支付的这些钱都已经不使用了 我们使用的变成了 开始是信用卡 后来变成了手机 那当你变成手机的时候 那就是一堆代码 到底什么是真的钱 钱是不是存在 就存在主义的 就会很凸显了 因为我在想说 现今这个时代 还有没有这样的作家 或者这样的有想法人 去写一些下一个时代的 这种故事 更超前的人 去写下一个时代的故事 但是咱们现在看起来 这个人就跟那个 比论傻逼 对 的确 因为他在当时 他五六十年代发稿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稿 全都是快速的被退回的 就是人家都看不懂 人家不想看 然后你就是到七八十年代 都是梦画 都梦 你这种梦画 你这种梦画喝多了吧 哥们 就可能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直到其实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逐渐有一些人 开始理解他的思想 所以才会有了一些影视作品 去改变 近两年之所以这么多 真的是因为他的东西 其实讨论这种人生价值观 就像你说的 这可能跟咱们自己的需求理论 也有相关性 我的人生已经到达了 就是人的社会程度 已经到达这种程度了 所以我要思考的 不是说温饱什么的 这些问题了 我要跟谁打仗 打架的这种问题 我可能要思考人生了 就是我们现在 每一个看电影的时候 都在思考人生的 因为菲利普迪克作品 我其实最早接触的还是 他那个手术拍报告 是那个斯皮尔伯格的那部 而且现在这种 就是传记的这种形式 是不是比较流行啊 因为你看菲利普迪克的作品 现在等于又拍了电视剧 然后就在今天上午 我发现又有一部新剧诞生了 叫斯皮尔伯格 也是一个联系剧 斯皮尔伯格 对斯皮尔伯格 就是咱们说那 是人物传记吗 是咱们说那个导演 他是半纪录片的形式 所以我就是在想 是不是现在大家很流行 去免怀一些在世的 或者不在世的一些大师 因为就像刚才金花说的 他们在讨论存在的时候 是不是也给我们这些网民 一个警示 让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现在到底是来做什么 思考一下人生 这样你说的 就是现在会不会 还有菲利普迪克这样的人 其实肯定有 但是咱们的水平 没法知道 我觉得是这样 就像刚才再来说 菲利普迪克像早期 很多作品不被认可的时候 但是突然一下想 海因莱因吧 那个就是时角 就是那个科幻 三大巨头之一 他相中了这个菲利普迪克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他会给他很多资助 所以就是 现今的大师 可能会看到未来的那个人 但是咱们现在又不是大师 所以咱们看不到 那个未来的人 我觉得水平问题 我觉得这是 你不是刚才说那话的意思 是不是想让给咱们投资 好吧 那今天差不多了吧 黑市公园的公众号里边 还会做一些 关键指南的微信公众号 黑市公园 那好吧 今天这期就先聊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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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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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